股东会忘记最近股民们都在抢纪念品 谁家的最夯呢 像是中刚今年他们祭出的事 不锈钢砧板又被抢爆了 才开放领取第二天就传出 由通路都被领光了 但中刚说不用担心因为浑货很足 而杨米海运是首次发放的 这次送的是超商商品卡100元 同样也是吸引了长长的人龙 有股东他甚至扛了一整袋 将近300多张通知书来领取 派对人龙好长一条 整个走道挤得水泄不通 全都为了这块不锈钢砧板 中刚股东会纪念品 今年又再度抢爆 有人一次拿就是拿五六个 甚至传出部分通路领不到 不过中刚则回应 存货都充足要股民别担心 我看我外国的啦 五六个这两三四个 好像还不错吧 对对对感觉还蛮实用 有的时候如果出去的话 强貌的还有阳明 24号举行股东会 睽違十年第一次发纪念品 股东全部出笼 来领超商商品卡100元 现场人潮一度延续近200公尺 甚至还有股民扛一整袋 大概三四百张股东会通知书要来领 更看好股价会再更高 应该应该会啦 大家也希望更高啊 对让经济好起来 总是要等啦 股票股价是等出来的 场外热情排队场内股东会也是炮火猛烈 针对今年阳明的股力发放 从前两年配发二十元 今年改成只配发两元 落差超大 股东狠气 甚至一度要走到台前 这两块钱在外面很丢脸 两块钱在海运股里面 以前可以啦 现在我跟你讲 人家会下号我们阳明海运 今年跟明年本来预估都是功过于求 严重的功过于求 理论上运价应该要下跌 但是就是因为我刚刚讲 意料之外的红海因素 推了我们海运市场一把 所以目前我们海运的运价 还可以来到一波小高峰 红海危机持续 运价渴望再涨 股价也有机会再创高 东森谈议新闻 刘子成长的军台北下方报道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